吴敬贤主演《星星之我辛苦情妈妈走红》,在松山社大叫唱长达18年,宣布因年长体力不如以往,将不再继续任教,并获颁终身教育感谢奖状,未来交唱工作将交由警行听男孩林志贤接报。 吴敬贤笑称这是大贤换小贤。吴敬贤是玉女歌手,演出《星星之我心爆红》,没想到被检查出舌头病变。 多年前,他决定动手术切除部分组织,却有说话不清的后遗症,但他努力复检,并且坚持叫唱,走出难关,而保养得宜的他。 体重始终保持在50公斤以下,自豪十多年前的衣服,现在还能穿,他现决定退休,出席松山之春寒冬送暖活动继松山社区大学教学成国展,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张如君颁赠奖状给予吴敬贤老师,以表达对其从事终身教育的敬意。 1983年,吴敬贤接受《台式之邀》,在《灵符》的指导的《星星之我心》中,客串演出一个身患绝症的妈妈古秋夏,在临别之际费尽心帮助自己的五哥孩子安排后路。 剧中这种生离死别的无奈与苦痛,紧紧扣住观众的心,造成了该剧的收视狂潮。 当时吴敬贤在歌坛已唱了整整18年的歌,结果18年的掌声却没有《星星之我心》的喝采来的震撼。 原本吴敬贤在《星星之我心》中没有多少场戏,但没想到演出第一天导演就接到大批观众为他请命的电话说,请救救他,不要让他死掉。 这可是多年来绝无仅有的现象,因此,导演林福德和编剧何小忠马上决定大幅延长吴敬贤的病苦悲情。 作为该剧的催泪弹,由此原本只需要演出7集的吴敬贤,在剧中净多受了24集的苦。 更绝的是,剧中吴敬贤撒手人寰的戏,被刻意安排在华世新戏何处逝而加上当当天,当年三家电视台竞争激烈,尤其是连续剧,剧中吴敬贤的过世使得整部剧达到最高潮,当然那次轻易击败对手,赢了收视率。 有人说真是死的光荣,不仅如此,吴敬贤还以此剧,击败陈沙利、马之琴等老将,获得当届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可谓风光被制。 吴敬贤因在心性之我心中的表现,被形容是个天生的苦担,只要他轻忽孩子,交代一些深厚事,观众的眼泪就来了。 可是过去十几年,却没有任何制作人或导演发现他这项特点,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从未演过戏的歌手,又是云音未嫁,居然可以诠释五哥孩子的妈。 吴敬贤是生在四川的安徽姑娘,但他却在高雄岗山的空军眷村长大,他同年时与玩伴捏泥土,玩弹珠,观兵捉强盗,一样不缺,他入歌坛后才举家迁到台北市, 在家中他排行老三,上有兄姐,下有弟妹,五个兄弟姐妹都喜欢音乐,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吴敬贤才在偶然机缘下踏入歌坛,并且他的家人都没有反对,当时还没有卡拉OK,一般人想唱歌都是从歌本中找寻曲目, 有次吴敬贤逛书店,顺手买了一本歌本,上面正好有正声广播电台第九届歌唱比赛的报名单,于是便和几个朋友一起报了名, 然而就是这个临时动意让他一路从高雄的初赛,复赛,唱到了台北的决赛,最后与盈泪歌后姚苏蓉并列全台冠军, 那年吴敬贤只有16岁,一年后,他应聘正声电台,主持我为你歌唱节目,1969年,加盟台势,成为基本歌星,此后他一直安于现状,未曾换过环境,当年他只是一个清汤挂面, 轻瘦又带点苦瓜脸的小女孩,既无人脉背景又人地生疏,单枪匹马在演艺圈子里闯荡十分不易,而对后来取得的成就, 他说,那是我不断努力学习,并且靠着强烈的自尊心所换来的, 吴敬贤坦诚,自己非常喜欢唱歌,从来没有唱腻过,在没有演戏前,他一年到头都在唱,有时候还跑到国外去唱,马不停蹄, 尤其是过年,过节,别人都放假的时候,他反而更加忙碌,曾经有一天赶七场的记录,唱到嘴都发麻了, 但他乐此不疲,他接受媒体专访透露,走红后,活动邀约不断,有一年除夕在秀场彩排短剧, 他眼花木兰,没想到突然有名歹徒持武器闯入场内,还劫持了演员李登才,还点名要找他, 危急时刻,大家都慌了手脚,还好吴敬贤靠机制反应退敌,无人伤亡, 他对于那一幕永生难忘,当时他被歹徒下得一头雾水,不认识对方又无冤无仇, 外形先受柔弱的他,不知哪来的胆子,因为身上穿着古装, 他便以古代打工作一方式跟对方说, 这位兄弟,明天过年,我们在这边工作无非是混口饭吃,如果我做错什么请多多包含, 请把武器放下来,不要伤到人了,当下他也很紧张,只能试着这样说, 和对方商量一下,死马当活马一,但没想到这一招竟然奏效了, 对方竟点点头,就把武器放下,穿上风衣走人,大家都愣住了, 李登才更是吓到双腿发抖,因为当时没人伤亡, 他们就没报警,时至今日,他还是不知道对方究竟是谁, 为何要找他,李登才自从那次之后还把他当救命恩人, 而他出道前曾在香港夜总会铸唱,同期歌手是邓丽君, 当年离乡背景的两人结为好友,时隔数十年之后, 他才惊觉二人当年铸唱夜总会就是六十年代叱咤香港黑白两道, 由刘德华主演电影《武艺探长雷洛传》的真实人物雷洛所开的, 他说,多年后看到新闻写他过时,看照片心想这不是我老板吗? 他常请我们吃过饭,话不多,很君子,低调, 自己完全不知道他原来是大人物, 吴敬贤稳重端庄的台风,加上轻柔中带点七楚的歌声, 可能给观众闻敬内向的印象, 但其实他本人倒是相当健谈,开朗而爽直, 还带点眷村儿女的侠气, 他喜欢运动,像是溜冰,游泳他都很在行, 他的婚姻一直受人关注, 只因为已过了梦幻年纪而始终没有结果, 多年来,吴敬贤始终单身, 费玉清曾多次公开说欣赏他, 甚至想娶他, 但是就算费玉清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自己对吴敬贤的好感, 吴敬贤还是拒绝了费玉清, 吴敬贤还表示自己和费玉清认识三十多年只是好朋友而已, 在拒绝了费玉清之后, 吴敬贤却爱上了一个有父之夫, 但就算是爱上有父之夫, 吴敬贤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 吴敬贤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表示, 自己这么多年都不结婚就是因为不愿意做小三, 他直接说不管有多浓烈的爱, 对方已经结婚就不行, 过不了自己心理纳关, 这段想法也被很多网友称赞, 毕竟现在能够坚持自己底线的女孩子不多了, 坚持自己底线的吴敬贤也因为对方已婚的身份死心, 但是同时对于爱情婚姻也产生了疲惫之心, 从此之后就真正的把对方一家当成胸肠嫂子看, 很多网友对于费玉清和吴敬贤其实还是非常看好的, 但是落花无情流水有意也没有办法, 费玉清和吴敬贤近年较少联系, 当时得知费玉清即将退隐, 吴敬贤内心还十分不舍, 他还是忍不住向他喊话说, 唱歌是快乐的, 不唱不是很痛苦吗? 你不要退休! 现在吴敬贤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一辈子都是单身, 而费玉清也是如此, 年龄渐长的他身体也亮起了红灯, 不久前吴敬贤被检查出舌头病变, 他决定动手术切除部分组织, 却有说话不清的后遗症, 无法唱歌, 让他一度十分沮丧, 索性后来经过附件, 逐渐有了起色, 他说我很幸运, 唱了这么久的歌, 如果老天爷现在真要把我这身本领拿走, 我也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与其中也不见对生命的怨对。 吴敬贤此前在台北的社区大学交唱歌, 偶尔街表演活动, 前阵子还在正声广播主持歌唱节目 《我为你歌唱》中和资深歌手青山搭档, 未婚了他身边有家人的照顾, 加上以前有存款, 生活不用担心, 而保养得宜的他, 身高166公分, 体重始终保持48公斤, 他很自豪几十年前的衣服, 自己现在还能穿完全都不用改, 而初到50多的他, 也把唱歌当做一辈子的事业, 不过他说相较于年轻为生活积极盈盈, 现在已经不为钱工作, 他还呼唤费欲轻易己加入叫唱行列, 建议他把唱歌当兴趣, 这样压力不会那么大, 吴敬贤担任社区大学歌唱老师超过10年, 学生从8岁到70岁都有, 歌手李怡君的母亲也是他的学生, 记者有一次到社区大学探访, 李妈妈受访表示, 跟他学唱歌, 光听他上课唱歌, 学费都赚回来了, 吴敬贤和他的学生彼此相处像朋友, 他说自己把教人唱歌当成附件, 生活十分惬意, 不久前吴敬贤宣布退休, 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张卢君得知吴敬贤要退休的消息还颁赠了奖状给予他, 以表达对其从事终身教育的敬意, 吴敬贤曾说我这一生最挚爱的就是歌唱, 年轻时还因为在台上表现不完美, 回到台下痛哭, 但现在不会了, 他这一生都贡献给了唱歌, 让人十分敬佩, 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晚年, 同时也祝愿大家都能自由快乐地追逐自己的梦想。